第三节 借助声音锚定幸福 新闻联播为什么不能换天头区 有人曾经说过 整个人类社会安全感的缺失是从一个东西开始的 就是沉岛改成了沉报 他说在有报纸之前 大家每天早上说的话和晚上说的话是一样的 都是相同的祷告词 这一早一晚两次祷告 构成了对于生活安全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锚定 祷告因为强调不断重复 它就形成了一种稳定性 会让人觉得只要这个形势还在 世界就不会改变 所以我有天早上 欣喜地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立即热泪盈眶 因为我还在读幼儿园的时候 早上六点多钟大喇叭就会放新闻和报纸摘要 就是那两个声音 梅界有时候扮演了一个稳定社会情绪的角色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那个片头音乐就不能改 他一改 你就感觉时代变了 但这个时代变化已经太多了 反而那些稳定的东西给我们带来了重要的锚定价值 TVB的六点半新闻也没换音乐 凤凰卫视天气预报的音乐也从来不改 其实他们原则上可以改 为什么不改呢 有一次的文涛跟我说他做那个节目实在没意思 永远的片头 永远的音乐 永远的那句话 一做做了十几年 他就跑去跟老板刘长了说 不想做这个节目 实在没意思了 刘老板说你有没有想过 美国的奥普拉 Oprah Winfrey 永远都那样做节目 偶尔换一下 基调是没有变过的 大卫莱特曼 David Letterman 到现在还那么做 拉里金 Larry King 直到2010年退休之前 一直那样 一个社会 总是需要一些稳定的东西来保持安全感 同样 对于我们来说 也有属于自己的生命之歌和生命的旋律 它应该是锚定在一些固定的场景里头 所以如果以后还要做睡前节目 我不会改背景音乐 肯定要常年用一个音乐 因为它的作用恰好是能够带来安全感 经济观察报发过一篇文章 说的是保守到底有什么用 为什么这个社会需要一种叫做保守的力量 保守的最大功能 就在于让人觉得 这个社会处在一种还在持续当中的稳定感 而且变化的东西总是在变 今天升起明天降落 时间长了之后 他们就没有力量了 因为彼此间会互相抵消 但是保守的东西 它每一次都受到冲击 都显得很被动 可因为它一直在 不动摇 所以时间长了之后 它就成了一块石头 庄子为此讲了一个故事 说在湍急的河流里面有一块巨大的石头 经常有船撞到上面撞废了 一船人都死掉 但是从来没有人责怪过这块石头 只会责怪那些撑船的人 因为这个石头本来就在 一直都在 所以它就没有错误 石头是这样 音乐也是 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 睡眠 最好的方式 是稳定在一种情绪场景里面 温度相对稳定 背景也相对稳定 用感官技艺做一个幸福开关 所以 常常去睡新的床是不好的 有些经常出差的人 实际上是有工伤的 他的安全感会比较缺失 有段时间我频繁出差 经常早上醒来不知道在哪里 不知今朝酒醒何处 我觉得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声音 光线和味道应该形成一个独特的意识 所以我一直想做一件事 为每个人定制一个全息场景 这个场景一旦选定就不变 就一直保持这个味道 温度 声音 光线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气味博物馆 推出的凉白开 和大白兔香水的味道这么受人欢迎 以前很多男性都不喜欢用香水 因为觉得太冲了 很不舒服 实际上 如果是好的沉香 只要别太强烈 他们还是不会抗拒的 气味不只是简单的气味 它本质上是一个情绪毛定物 你闻到这个气味 就会瞬间回到相应的时间点去 声音也是一样 就像我们现在去听罗大佑 李宗盛 根本不是听着首歌 而是听自己的青春 你一听那首歌 加上大家一沸腾 你就立刻回到自己年轻时那个状态 有一次我去中国台湾 听罗大佑演唱会 坐在第四排 音乐响起来 罗大佑登台唱歌 我一站起来 看见前面一排的秃头 全都泄灵了 都是五六十岁的老歌迷 那天突然特别强烈的意识到这件事情 原来我们一直在寻找的 除了变化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需求 那就是不变的事物 凉白开香水 本质上来说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拿铁锅煮水的味道 它其实是有铁锈的味道 我之前还和葛兆光老师说起这事 他记忆中的烧水锅也是白铁皮的 还有当年的黄管中华牙膏 现在改成蓝色管的 其实是对品牌非常大的损害 我觉得中华牙膏 现在就应该重新推出黄色铁皮管牙膏 而且恢复那个味道 这就够了 随着整个社会成熟化和老年化 回忆变成一种很重要的资产 回忆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跟过去的幸福时光锚定 因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充满活力 充满梦想 激素分泌指数比较高 多巴胺也比较多 很容易获得快乐 所以当我们和那时候的某些气味 声音连接之后 就会换回我们大脑的意识 我一直想做一个东西 为每一个人定制睡前味道 并且与某些声音结合 你可以自己录制 父母也可以为孩子定制 把自己想讲给宝宝听的故事 录成50段 100段 配上熟悉的音乐 最好在服依稳定的香水或香薰的味道 这些故事就伴随这个孩子长大 这个孩子以后遭遇所谓的动荡期时 产生焦虑 愤怒时 这套东西一出来 他就会马上回到童年幸福的状态里面去 我们可以把这套东西称为幸福的开关 睡眠也是一种开关 一条一时锚定的通道 所以关于气味和声音 一方面要避免异常的味道和声音 对睡眠造成干扰 另一方面 我觉得应该为睡眠建立起稳定的感觉系统 包括声音 光线 气味 滋味 身体接触到的感觉 包括枕头甚至是床的味道都要考虑进去 还有 在深度睡眠阶段 如果有轻微的声音刺激 可帮助老年人提升睡眠质量和记忆力 原理大致就是在进入深度睡眠时 给一个接近脑波的 可能稍微高一点的频率 来帮助神经活性达到特定的状态 美国著名声音治疗师詹姆斯丹吉洛发现 声音其实有很多功能 除了刚才讲的提供安全感帮助人入眠之外 还有用更轻松的方式唤醒你 以及一些疗愈的作用 建立一场好叫模板 到了晚上 有很多人都会想 我今晚睡不着怎么办 我怎么才能睡着 他的焦点落在了怎么睡着 这是不够的 我们的焦点应该是睡着时是什么状态 睡着时是什么状态 你能想起来吗 很多人完全不记得 但其实努力想是可以想起来的 比如我本人 每当实在睡不着的时候 就会让自己努力把意识拖拽到睡过好觉的某个夜晚 或者把自己曾经睡过某个好觉的状态拖拽到现在 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想不起来睡得好的状态 但其实是可以隐隐想得起来的 我就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午后 广东赵庆鼎湖旁边 我表哥他们吓唬游泳去了 我觉得特别累 躺在树荫下的躺椅上 伴着缠绵的声音 睡了一个特别好的午觉 这是我印象极其深刻的一场睡眠 所以当我实在睡不着觉的时候 我就会想象自己重新到了那个场景 它的焦点不是如何睡好觉 也不是如果睡不好觉怎么办 如果你想这两个问题会跟睡眠产生对抗 其实只需要想一件事 你睡好觉的状态是什么 你可能会觉得睡好觉时应该是无意识的 自己意识不到的 但是你能想到入睡时的光线 想到当时的声音 你能回忆起当时那条毯子 还有当时大概的感觉 这些东西会形成一个连接 通往当时的场景 当你把那些东西在脑子里还原的时候 那个睡得好的状态也会随之而来 这就是我刚才说到的 我们应该在小朋友还能睡好觉的时候 把他睡好觉的匹配元素配齐 他以后长大了 睡不好觉的时候 就把这个场景还原给他 还有通往他快乐十分的连接 也要建立一个 比如一首歌 那么悲伤的时候 比如当你老了 迷流之际 他哭得不行了 你突然把这首歌一放 他就笑了 我儿子还不会说话时 他每次开心的时候 我就一定会唱某首歌 他后来都忘了听过这首歌 但是我在唱这首歌 他还是会莫名其妙的笑 我还有一个经历很有意思 我儿子一两岁的时候经常液体 哭得很厉害 我就给他送心经 一送他就停了 可是过一会儿我不送他就继续哭 我就想 这是什么原因呢 后来想起来了 我儿子可能在娘胎里的时候 我们就反复放心经的音频 用意识锚定来管理情绪 如果我们能帮一个人 把生活场景和他的意识建立一个锚定关系 基本上他的情绪就能得到某种程度的管理 为什么外国人睡觉要数羊 因为他数羊的时候念的是ship接近睡觉 sleep 所以中国人数羊为什么没用 因为不能形成这种暗示 中国人要数水饺 一个水饺 两个水饺 三个水饺 水饺数多了 也是一样的 其实神经系统是被暗示和被催眠的 自己也可以通过自我暗示作用做这种催眠 所以声音的最大特点就是重复安全性 它一旦能提供某种意识锚定 对你的睡眠就有帮助 这是我们对睡眠和声音研究的最核心的系统了 Tips 睡眠魔法 闻到玫瑰的香味 2009年 德国精神健康研究中心的迈克尔·施莱德 研究了梦境和气味之间的关系 施莱德团队安排了一组志愿者 在睡眠时分别体验两种气味 其中一种气味十分好闻 是多数人联想到刚刚采摘的玫瑰 另一种气味闻起来则像臭鸡蛋 第二天早上 志愿者们分别描述了他们的梦境 研究人员则从积极到消极排列他们的描述 虽然他们完全意识不到那些气味 但是 闻到好闻的气味的志愿者的梦境更加美好 所以 要想做甜美的梦 请在卧室内制造些你喜欢的气味